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《真好听》 作者 真果果 小朋友 猜一猜是谁在唱歌呀 原来是小老鼠 它找到吃的大米了 它很开心 是谁在唱歌呢 原来是大白猫 它正在阳台上一边睡觉一边晒太阳 小朋友 你们听到是谁在唱歌了吗 原来是鸟妈妈正在喂小鸟吃虫子 小鸟很开心 亲爱的小朋友 你们有听到是谁在唱歌呀 哈哈 你说对了 原来是小猪 它们正在吃甜甜的苹果 哈哈 这又是谁在唱歌呀 是小朋友你在唱歌吗 不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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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小青蛙在唱歌 它喜欢炎热的夏天 小朋友 你们知道这是谁在唱歌吗 原来是母鸡妈妈 它刚生完鸡蛋 它很开心 想一想 这又是谁在唱歌 原来是小踪马 它正在田野里欢快地跑来跑去 哦 这又是谁在唱歌 原来是小蜜蜂 你答对了吗 它们找到了美丽的花朵 正忙着踩蜜呢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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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谁在唱歌呀 是子萱吗 是菲比吗 是安雅吗 是刘萱吗 是美琪吗 是善乐吗 是佳瑞吗 哈哈 不是的 不是的 是老师在唱歌 故事讲完了 谢谢小朋友 çoyour 关键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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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iy 사용